我明白后有几个愉生守着 我不再是狠行 前路有你狠行 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钟 与主统恒 Hello Gary,刚才你提了一个这么大的见证 你还有两个 是的,因为连着 因为我迷信 又喜欢讲粗话 多衰 我也知道 然后又很喜欢听这些怪怪的东西 所以这三个见证其实是很顺序去吐槽我 但你现在已经讲少了 已经讲少了很多 是真的 以前真的很 其实以前 你真的怕不怕口碎 我又不怕 因为我说得很顺口 很顺口到不得了 现在其实我没有讲 其实真的没有讲 有没有讲呢 有些少了 有些少了 很激气的时候会讲的 有些少了 我也听你说过 所以我才觉得 爆我的东西 说这些 是 在神面前要坦白一点 是 不要讲大话 有些时候很激气 还是会讲的 第二个见证 我有一次 就是我搬新铺 我常常跟别人说 我有时候搬新铺 装修完之后 其实 有很多装修完的物资 就放在那里面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见证呢 其实我有时候 很生气 很不容易动气 很不容易动气 你也比较强 以前是 虽然我说得笑 但是如果触动了我的神经 我会瘋了 就是 都是不给别人面子 因为可能 自己做的一个 是比较 做的一个工作 很容易被人 我怎么说呢 应该是 尊重你 多过你尊重人的行业 就是我做 我这样想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是我自己 自己觉得 我做这个行业 是人尊重我 多过我尊重人 其实我这样想是不对的 很多时候我都说话 很无谱 虽然现在也无谱 但是现在是没有杀伤力的 纯粹讲笑 令人开心 这些事情 这一个见证 其实我真的 只能听到声音 多严重 你听到什么声音 听到神的声音 我第一次 第一次 说来话长 为什么无端端 会听到声音 就是 有一天 我刚刚一个新的诊所 开 就是装修完 第一天开店 因为我没有搞那些 没有搞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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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我还在信主 那 有一天 有一个 垃圾路 那一天 就是垃圾路上来 其实那些 那些 装修完的物资 剩下很少的 那些装修工人 已经把那些东西 搬得七七八八 那等下只剩下 一两扎的那些 那些条纸 还有少少的木碎 那他呢 气冲冲地走上来 跟我说 老医师 指着我 很凶 那样 其实那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凶还是不凶 我只知道 他指着我 那我刚刚正在做这个证 他还要走进来 那我说 你干什么 我说 我不是跟你搬那些东西的 那样 那我说 你干什么不搬呢 我平时对你这么好 你给我搬少少东西 我都给你几百块 那样 这人本身都是 要钱的 那我平时 我都算了 我都给你几百块 你说搬什么 我都给你几百块 因为我免得自己搬 你知道我们手机值钱 就行的 那 如果可以给钱做到 我都给钱人做的 那我就说 你今天干什么事 就是今天 总之我不跟你搬 那样 突然间好像心 那个火 那一团火 上了路 追着他来骂 又说粗口 又还妈 就是什么都说了 不知道 要说的粗口 那时候我都说了 那时候 不搬东西 是不是这么粗 我觉得他指着我 而且我觉得 我租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一个顾客 我是你的客人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无礼貌 你明白什么意思 你明白什么意思 那我不停地追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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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下去 我有个客人在那里 我放下了个客人 追到他下去 坐升降機 在升降機那里 差点要打架 那样 幸好 一出升降機 幸好有个 有个 有个 那些康奸 制住了 不停地 在那里 今天说了很久 其实 不停地骂 骂了差不多三四个字 在那里 厉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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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些 很厉害 差不多要开拖 那样 那后来怎样呢 后来 分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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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我心里很怒气 好像一口气在那里 不上不下 那我就 告诉我 当时 我刚才有婚 年纪 很快又找到一个 另外一个女朋友 那我就告诉他 喂 我今天很怒气 那条气顶住了 不要那么怒气 踢下肚子 那我呢 我说奇什么鬼套 没有啊 是 有那么怒气 说到那么多粗口 那条火仍然在胸口 我说 我坐在那里 瘋了 回到家 我记得好像是晚上 我整天做我的病人 哇 我见到哪个病人 都说今天那件事 说到 很多次 是的 说到很多次 真的很离谱 好像个八婆那样 你的病人好像做了垃圾桶 好像做了八婆 最后病人来 我就说今天有什么 因为我的病人很友善的 他们又不开心地告诉我 那我不开心的时候 都告诉他们 那回到家又怎样 回到家 突然间 心里还未舒服 那我就打电话给我女朋友 喂 这件事呢 我还未釋怀 怎样教你 他说 不如你 你真的静静地 骑下肚子 就是 不是很大件事 是不是 那我说 都好 都躺在那里 我不是跪在那里 我一直在祈祷 那次 很懒洋洋地 在那里祈祷 我说神啊 今天我 不停地说粗口 而且差点和别人打架 但是 从我角度看 其实 我是一个顾客 我在大厦里 我是一个顾客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没有礼貌 是不是 哇 当 讨告完之后 有一幕幕 好像 预复了一些大 全都出来了 让你看真一点 自己在做什么 哇 我那时候觉得 什么事啊 为什么在脑子里 把所有东西都转出来 是别人告诉你 老师 那个人可能还未读过书 或者是在那些国内新移民下来 他不懂怎样表达自己 所以 可能说话大声一点 是不是 大声一点 而且你知道 有时在国内下来的朋友 比较率直一点 很大声说话 比较 可能我听不惯 那我就 一幕幕的画面 在我的脑子里 不停地转出来 哇 很神奇 我觉得 好像给你看回 其实别人不是很兇 但是你的反应 就太大 反而我的反应太大 你看到一幕幕 是不是看自己很恐怖 是啊 看不到自己 不只是看人 是看自己 那段时间 好像有部摄影机 摄着你 然后播出来 是啊 播完 是你追人下去 是你不停说 说初语难 妈妈 不停不停 我要强调 我说初语是妈妈的 因为最后来 我要告诉你 是我怎样去臣服 不敢以后说初语 都不敢说这句说话 就算说也好 都不敢说这句说话 我当然当然不会说 那后来呢 听不懂 这么多东西看 原来 真是自己不适合 原来 人家只不过 那条戏都顺回来 都没有 都从未 看到那些画面 全看完 全看完 我自己觉得 原来真的我不适合 我是追到 下来 下楼下 跟人 差点说 阿秋 怎样 我觉得 虽然我的心 是觉得自己不适合 我还没有放下自己的自尊 还没有放下 是不是 我们要谦卑 柔和 神做了些什么 令到你 突然间有一把声 告诉我 你明天跟他道歉 我说 是真的 我不是说笑的 我告诉你朋友 有一把声 突然叫我道歉 明天 我说真是假的 喂 是垃圾佬 我是顾客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放下 我自己的 那个新段 走去跟他道歉 我又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我说 喂 有把声 我说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不知是否自己 思觉失调 因为你认识我 都经常是思觉失调 我说 我听到第二把声 我说是真还是假的 他说明天就试试跟他道歉 我说不是 我听到第二把声 他叫我跟他道歉 他说 听到那把声 你也要道歉 我说 那怎么办 我说 好了 明天就去道歉 我平时很少见到 我上班 经过那座大厦 门口 很少见到这个人 我记得我乘地铁 回归归室 在我的诊所 再走前一点 就是我的诊所的大厦 走到一半 已经见到这个垃圾路 然后 不是 我还要说一件事给你听 那把声跟我说 你跟他道歉 道歉 你明天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 这边才 恐怖 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才害怕 是的 那怎么办 看到了 刚刚那个头尾我调乱了 大家的弟兄姊妹都听到 不要怪我 因为我 有些思觉失调 说得太兴奋了 今天去到中段 已经见到那个垃圾路 我说 喂 不好意思 昨天我怒吵了 他说 不好意思 不要介意 昨天我也不对 因为昨天我妈去世了 我妈去世了 我妈去世了 她说 蛤 你妈去世了 是的 我要趕着回去看我妈 所以 我就告诉你 我不把那些东西 我大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搞到昨天 因为我很心急想看我妈回大陆 因为我妈真的过世了 我想做完那些东西就走 我想告诉你 我不想丢掉那些东西 但你又好像是否听错了 我说是呀 怎样也好 我说我不对 对不起 然后 我说你不要走 我一会上去 我当时上去教 我们不是封白金 对不对 我说你不要走 我上去 那些叫慰文金 我说怎样也好 我说你不要走 然后就走到診所 然后找个信封 入了几百元 拿下去 马上跑下去 糟了 在这儿跑的时候 我心里想着 糟了 我还骂人妈妈 是不是 我觉得那时候 我好像有罪恶感 整震了 不是的 她的心很不舒服 不舒服到 她觉得 我又不想哭 不过我觉得是很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我说很不舒服 我还要骂人妈妈呢 我觉得 哇 这个是什么神 我真的要我神服 真的要跪在那儿 真的要 我跟那个垃圾房说 对不起 昨天真的对不起 我还出现侮辱你 她说不要紧 大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紧 我没有告诉你 因为我真的趕着走 我说小小意思 你不要介意 哎 有一样东西 我说完 倒完血之后 我 这个垃圾房 在这座大厦里 常常出名 是常常被人咬的 又说她不干净 又说她倒垃圾 那些很多东西 你咬一咬一咬 那些咬一咬 那些咬一咬一咬 我从那天开始 我陈述是最干净 我门口是最干净 我只要跟她倒垃圾之后 还有我有时叫她做东西 扔东西 以前她说 几百元 三百元 四百元 那时候是没有再说的 虽然我搬出了 那个寻所的大厦 但有时看到 我现在的寻所还在湾仔 她还跟她打招呼 很友善地跟她打招呼 所以有时 我觉得神是否真的 将我的流集 一样一样去 神往往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 去做我们的 我们里面一些坏的习惯 所以我觉得 这个神我值得跟 不过下一节 我还有一个 还未完的见证 我告诉大家 我会稍后回来再见